这里是丰都深山里一个无人涉足的神秘天坑 当地传说天坑是贵州飞来的一条龙的眼睛所画 天坑底部还有一个小石院 院内有石人石码还有一个仙人在里面念丹 那么传说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所降200米天坑 在天坑内部发现的神秘小肉球会是仙丹吗 底部狭窄的洞穴又通向何方 我们会找到传说中的院子和仙人吗 带着种种疑问 现在我们就下到其中一探究竟 我们沿着这个小路上来 终于是来到这个天坑的边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的高200米 然后整个天坑看起来特别的巨大 它的这个直径是200米 宽度是在200米 还是特别大的一个天坑 然后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做系统 手枪下去 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保护站 开始搭建 现在我们保护站已经搭建好了 在这棵树上 然后开始锁降 200米高空 往下下降 这200米的绳子够不够的走啊 我们从上方下来 在这个崖壁边是搭建了一个保护站 然后在这棵树上又搭建了一个保护站 我们继续往下进行锁降 下面的树叶都黄了 秋天特别的漂亮 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崖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的老了 从上方下来 第四的一个保护站已经搭建完毕了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 从上方下来 一路上这里发现很多这样的中草药 但是都被干枯了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名贵的药权 然后这里看这个天坑 特别的神秘 而且它下面呢 自然有这个植被了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 独立的生态系统 然后那边的话是有一个洞穴 我们现在继续从这个地方锁降下去 我们上方做的是一个双链宝库 这是第八的一个保护站 然后从这里下去的话 把这一段是玄公锁降 就挨不到岩壁的 这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个枇杷树 正在开花 估计下一次来就可以吃上枇杷了 在这里我们是做第九的一个保护站 然后这个100米的绳子已经用完了 马上要从这个包包里面 捞出另外的一根100米的 这个是8毫米的 好 做好系统继续下降 这个地方又发现了一株黄金 也叫做老虎江 这个也是名贵的中央材 哇塞 这个至少有30年 这个药林 好 继续下降 这个天空里面有很多名贵的药材 从上方锁降下来 马上就到达天空底部 然后绳子用完了 大家看一下 离地面还有两米的高度 这会儿我把我的这个小绳子 接上继续下降 在这里特别提醒了 非专业人士啊 千万不要模仿 把他前来教育了 制造下进行一个操作 好 我们现在开始接绳 绳子接好了 安全的下到了这个监坑底部 然后等待所有队员安全下来之后 就开始探索 现在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安全的下到这个 天空底部了 然后看一下 这下面有很多的树啊 这个树长得特别的高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树 然后这里长了很多这个野猪菜 这个人都可以吃啊 特别的嫩 大家看里面水分特别适足 在户外没有吃的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拿来补充水分 老乡说的这个底下有一个院子啊 在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 有可能是在这个下面的这个裂缝里面 也有可能是拉边那个裂缝 好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往下前进 这是一个斜坡 这个路特别的不好走啊 由于这个天空呢 是没有人来过的 它底下的泥土 它是泡的 然后踩起来的话 就特别的滑 还有它这个底下特别的潮湿 离天空底部 这个洞口呢 还有20米 整个洞口这会儿的形状啊 特别像一个梭子啊 就织布的这个梭子的一个形状 这几下讨滑呀 刚才就搬了一跤 这会儿差点又搬一跤 到达了洞口了 看一下 里面黑漆漆的 我们在这里喊一下有没有人 下面有人没有 有人啊 没有人回答 看这下面是没有人的 这个 全民说的这个白胡子 道长呢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我们现在进到那个洞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一个院子 有没有人为痕迹 哇塞大家看 我在这里发现啥了 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大家仔细看哈 这一些球轻软软的 这个不至少晶莹剔透了 这应该是某种军类哈 只在这个地方看到了 看到没有 像不像这个水果糖一样 那种抠弹的感觉 哇好多 这个地方 这是我所教 探索过这么多洞穴 这么多天坑 第一次发现啊 这种 东西 哇好多啊 只有这个地方有 它是软的 它是一个球 它是透光的 看到 这从来没见到过 大家看 它这个是透光的 而且它上面并没有根呢 没有看到有根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哇 看一下 好厉害 不要动它 把它放回原位 它有可能还在生长 好 我们继续探索其他地方 好嘞 我们现在往上面走 在这里啊 现在我们从这里上去 去这个小内放 此经此经的 我们小吃一手啊 今日来到小食院 手向百米下天坑 摇看 昂穷百雀飞 天坑底部 见宝贝 马上到 感觉不好上来 这个地方在滴水 洞穴就在上方 看来这个洞 它是一个浸水洞 就是一个出水口 这个洞从上方应该可以 钻下来 但是不一定的 人走得通啊 这个地方上不去啊 看来这个洞是没多大价值的 天坑底部呢 也没有发现这个 所说的仙人 但是在这个石头上 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小球球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是 这个道长仙人呢 留下的这个 单药 晶莹剔透的 然后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 鲜坑的狗面 像啥 看起来是不是很震撼 这样看的话 特别像一个坛子啊 上面小下面大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植被 看起来特别的漂亮 好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下去 再探索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发现的话 我们就要原路返回 从这个地方爬出去了 看在这里 我发现了一个圆形的药池 这个应该是链单用的 这个特别的圆 然后这里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石墙 这里有人为的痕迹了 看这个地方 确实是有人在里面居住过的 下面还有一个链单的池子 我们继续往下走 从行军雨那个地方 下来我们沿路只发现了一个 圆形的坑 就是链单的一个地方 然后下来的话 就没有看到人为的痕迹了 通过这些乱石膏可以判断了 这里是发过一次特别大的水 大水 有可能以前这个底下确实是有一个院子 但是被这个洪水全部给掩迈了 然后在这个乱石头下面 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动 这里的话是有一个洞洞往下的 然后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是没有洞道 洞道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里专身去看一下 从上面这个斜坡走下来 这个洞道一直往下延伸了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大内风 好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走 从这个消水口这个裂缝下来 里面的空间特别的巨大 看一下 然后洞道也是一直往下的 我们现在是一直沿着这个洞道 成一个斜坡状往下走 走到这个地方来出现了两个洞道 一个向左就是在行军雨那个地方 说是一个垂直向下的吊坎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洞道 往下的 但是这个吊坎相对来说比较平缓 应该从这个地方可以走到那边去 这两个洞应该是相通的 好 我们现在从这里下去 下来之后是一个扁形的洞道 不是特别的高 洞道往右边延伸了 继续前进 现在走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正前方是出现了一个特别小的洞 人只有爬行才能进得去 好 我们现在从这里爬进去 行军雨它已经爬进去了 要爬了吗 是的 特别的 浅这个地方 要爬多远 爬不了多远 哎 屁股都被卡住了 这里稍微要翻译那么一点点了 然后还是特别的记得好 借前进 过来之后就可以站起来了 然后这边还是一个小地方 我们现在继续 前进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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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往里走 越往里走就越小 里面什么情况 前面还是这样的小东道 还能爬吗 应该可以爬过去 好 我们现在继续前进 沿着这个小尿缝 走到这个地方呢 冻到又变得特别的下跌了 只能容一个人 乳行通过 好 我们现在继续 蹲一下鞋子 趴在地面上 剪贴地面 爬进去 哇 这个东西带多了 好像都把我卡起卡起了 里面还能爬吗 爬不动了 爬不动了吗 爬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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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不动了 现在我们就不进去了 后队 电前队 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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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导摊锁完毕了 好 我们也能抗威 阿贼阿贼 爬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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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不动了吗 爬进不去 特别的窄 我带了一个电池 都差点卡在那里面 还要退回去 对对对 后队变前队 撤退 现在我们从右边这个动道爬出来了 然后 右边那个动道走进去是一个盲道 水能进 人进不了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动道 这边呢 它是一个消水洞 然后这里也是没有动道了 被这些乱石头给堵死了 下不去 整体这个天坑的底部啊 所有的动道我们就探明了 这里面呢 并没有发现老乡所说的 食人食马 食龙这些 还有这个了 院子也没有发现 有可能是埋在了这个 乱石头里面 被涨洪水 好 我们现在就往原路返回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爬升的 就是这样 我一直 就可以爬了 然后我这会是从下面天坑已经爬上了 本期视频呢 拍摄到这里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我是小乐猛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